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狐狐奇小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35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来给各位分享一款可能会受到各种辱骂的作品 第七集的RC还有银牙 它是一个野兽联盟组合系列 那么它标榜的是这个野兽跟这个赛波坦的这个人可以做一个合体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RC它是载具是摩托车 但是我们知道第七集它的载具应该不是长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想象力可能要丰富一点 当然像我们这种已经饱受官方训练多年的人 我们一眼就知道哦这个是摩托车 除了这个角度之外 可能大部分的角度都会让你觉得惨不忍睹啊 然后手臂啊完全就暴露在这里 中间还有一个空洞啊 更重要的是呢 你没有一个把手给我啊 你没有把手给我啊 你叫我怎么施力啊 这位女士没有把手 你叫我怎么 对不对 你这车我怎么骑你啊 我没有施力的 我骑不了你啊 然后呢这个就没有支架 但是它轮胎够厚啊 所以摆在桌上还是可以啊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另外的这个银牙是一头应该是狼 嘴巴里头有一个原本炮 然后唯一可动的地方就是脚 前后这个可以稍微动一点点 尾巴的话呢 上下动其实有线 它这个主要是这里一个 可以把它扣上去的尾巴 那头的话呢 左右只能动一下 其实也不能算有可动了啊 那这个我相信电影里头应该是没有 不会有这种组合出现了啊 那因为目前只有看到玩具 我也不知道到底最后会怎么样 那我们进行一个变形过程 先把这个锁口给解开这里 挑开啊 松开来 然后呢 这里手就可以往下面搓下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手把它给往下搓下去 搓下去之后的话 基本上就全部解放开了啊 我们先把这个胳膊往前面伸过来 头给翻上来 然后给转正 然后呢 把这个转过来之后呢 腹部转到正前方来啊 这个应该很容易了解了啊 这里我们转的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类似外摆内收的位置啊 这里转过来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轮胎 推到小腿后方去 然后各位也已经看到了啊 这个后面的这个空洞 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生气啊 但是你不要生气啊 人家虽然被空了 可是人家有奶啊 你看奶这么够大吧 你看他把塑胶放到前面来了啊 所以还是有顾及到玩家的感受吧 算了吧 这不好笑对不对 站立性还不错啊 就站着 那他跟狼的比例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呢 按照说明书的一个说法的话呢 就是这个狼的尾巴可以拿下来 然后就可以让RC来做一个武器 那RC的话 可动度就是只有手 这个手肘不能动啊 只有手臂360度的转动 但是还挺结实的啊 这个关节虽然是球关 但是还蛮紧实的 头也可以动 面雕各位看一下吧 这个 就跟我印象中的RC是 不不不不不不太一样啊 不太一样 腰身的话就是上半部这里可以动 然后脚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 膝盖也可以动 外面那时候也是有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狼的话呢 它是可以跟这个RC做一个 一个互动 我们先把这个头给拔下来 头拔下来之后的话 是直接让它变成一个护盾 你要说它是盾也可以 说它是一个狼头的手炮 也可以 反正就是把这个头给拆下来 然后呢 这个脚啊 就把它顺着 有缺口的地方推上去 再来的话呢 是把这个 原本这个狼头这个部分 是朝向人的这一侧啊 这里 再来就是把这里给抠开 这个地方 这里把它给挑开来 挑开来之后 到这里的话 然后用力往下压下来的时候呢 两侧这个 有一个连动 会自动压下来 再把这个布局给盖上去 那你就会发现到 它的头变大了 对不对 没有了 其实是给它一个新的脑袋 对不对 就是它上方有更多的头发的脑袋 长出毛发的一个 一个赛波坦的一个人头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飞剑的这个头啊 对吧 然后上方这个就是 可以动静这里 这个手炮的位置 原本嘴巴里头的那个炮 可以转这个方向 那其他就是武器 盾牌方向区 那我猜吧 这个电影里头应该 应该没有这个造型 但是玩具就是把它给做出来了 然后就 就这样子了 那Leo Combo Leo Prime吧 就是狮王 青天柱 也会推出 也是类似这种概念 那个网络图 各位已经看到 也是狮子跟OP的做一个合体 那八九不离十的玩法都是一样 个人觉得 就有点抑郁不明的东西 那我们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